新學期開始 這所丹麥中學的學生 都滿心期待新助教到來 最早它出現 人們在談論它 談論如何使用它 他們已經使用它 差不多是一天 你看看 它是新的 它可以給你所有答案 在兩秒鐘 Chat GPT去年11月推出 立刻掀起一陣蜂巢 許多學校擔心學生作弊 也的確有些學生 經不起誘惑 努力防堵它入侵校園 只怕適得其反 丹麥無所高中反其道而行 展開一項為期兩年的計畫 鼓勵在某些課程中 使用AI聊天機器人 以英文課為例 學生必須先自己分析文本 再利用Chat GPT 了解不同的詮釋角度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使用它 它會給你幾個答案 如果你是在疑問 文章的詞文章 你也可以使用它 更多的解釋 在Chat GPT改寫學習方式之後 更應該讓學生們理解 學術精神並不僅僅在於追求正確答案 還包括抵達真理的過程 這也是一個錯誤的 認為學術系統的第一項目 是視乎學生的課程中 第一項目是教學生的課程中 第一項目是教學生的課程中 教學生的課程中